中国摩托车败走东南亚市场 前年总销量竟然还不到1% 美国嘲讽 中国制造没人要了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为其为贵 以多则不值钱 这句话放在商场如此 放在摩托车市场 依然 中国制造的摩托车曾经以物美价廉的优势 在东南亚市场一度占据80%的市场份额 可如今却跌落到不足1%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中国制造在东南亚市场碰得头破血流呢 东南亚这边富有一国情调的土地 以其秀美的风光和独特的文化 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探索和体验 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为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东南亚国家的制造业却相对薄弱 许多工业产品仍然依赖进口 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为外国企业提供了进军东南亚市场的良机 东南亚地区地形复杂多样 山地和丘陵占据了大部分国土面积 这种地理条件对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挑战 许多偏远地区的交通仍然不够便利 在这样的环境下 激动灵活的摩托车 成为了当地居民日常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 同时 东南亚国家大多位于热带地区 炎热潮湿的气候条件 也让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通风凉爽的摩托车 而非封闭闷热的汽车 此外 东南亚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价格实惠的摩托车 更加符合当地居民的购买力 统计数据显示 在越南 泰国 印尼等东南亚国家 摩托车的保有量高达数千万辆 这个庞大的市场规模 吸引着全球摩托车企业的目光 中国企业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片市场的巨大潜力 纷纷制定战略 试图在东南亚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 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并非一世 立足和发展更是充满挑战 中国摩托车企业虽然在初期凭借价格 又是迅速抢占了市场份额 但随着竞争的日益激烈和自身问题的逐渐暴露 他们却渐渐失去了东南亚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上市G90年代末 中国摩托车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东南亚市场 当时 日本品牌凭借其先进的技术和卓越的质量 在东南亚市场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市场份额高达90%以上 面对这样一个被日本企业牢牢把持的市场 中国摩托车企业意识到要想立足东南亚 就必须找到突破口 经过深入调研和分析 中国企业发现价格可能是打开东南亚市场大门的钥匙 凭借着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中国摩托车企业开始大举进军东南亚 以更加实惠的价格吸引当地消费者 这一策略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摩托车的市场份额迅速攀升 一度达到了80%的惊人高度 然而这种基于价格优势的扩张策略 很快就暴露出了其脆弱的一面 为了在价格上占据优势 中国企业不得不压缩生产成本 采用更加廉价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这虽然在短期内维持了价格优势 但却严重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 与此同时 日本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和品牌声誉 开始针对中国摩托车发起反击 价格战迅速升级 中国摩托车企业不仅要与日本企业竞争 还要面对来自国内同行的激烈竞争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 一些中国企业甚至不惜 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 这种恶性竞争进一步加剧了行业的混乱局面 而在这场残酷的价格战中 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成为了最大的牺牲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东南亚消费者开始对中国摩托车的质量问题 表现出越来越多的不满 频繁的故障 短暂的使用寿命以及糟糕的售后服务 让中国摩托车的口碑不断下滑 与之相对的是 日本摩托车凭借其一贯的高质量和可靠性 重新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赖 最终 中国摩托车企业在这场价格战中惨糟滑铁路 市场份额从巅峰时期的80%直线下跌 甚至一度跌破1% 许多中国企业不得不退出东南亚市场 而那些试图坚持的企业 也面临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和经营困境 中国摩托车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失败绝非有然 这其中既有价格占导制的恶性竞争 同时也有企业自身战略失误和竞争对手优势的因素 首先过度依赖价格战略是中国摩托车企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中国企业过于强调价格优势 而忽视了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的重要性 为了维持低价 许多企业不得不采用更加廉价的原材料和零部件 这直接导致了产品质量的下降 频繁的故障 短暂的使用寿命以及糟糕的售后服务 严重损害了中国摩托车的口碑 从而让消费者对中国制造失去了信心 其次 中国摩托车企业在技术实力和质量稳定性方面 与日本企业存在明显差距 许多中国企业在进入东南亚市场时 其技术水平实际上是落后于日本企业的 这种技术上的劣势导致中国摩托车在性能 可靠性和耐用性方面难以与日本摩托车抗衡 即使在价格战中取得了短期优势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质量上的差距终究会被消费者所察觉 除此之外 中国摩托车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失败 也暴露出其在战略规划和品牌建设方面的不足 许多企业过于注重短期利益 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 他们没有意识到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 品牌形象和消费者信任是多么重要 相比之下 日本摩托车企业凭借多年的积累 已经在东南亚市场建立了良好的品牌声誉 消费者对日本摩托车的质量和可靠性深信不疑 这种信任感是中国企业所缺乏的 中国摩托车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失败 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它告诉我们在市场竞争中 价格固然重要 单质量和服务更加关键 只有不断提升产品性能 改进生产工艺 完善售后服务 才能真正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和支持 同时企业也要重视品牌建设 通过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东南亚消费者的观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低价产品 而是开始追求更高质量 更可靠的商品 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中国摩托车企业而言 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 再过去 东南亚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很高 这给了中国摩托车企业以价格优势进入市场的机会 然而 随着消费者对品质要求的提高 单纯的低价策略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愿意为高质量的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 他们开始重视品牌生育和产品的可靠性 这对于长期以低价策略示人的中国企业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 由于早期中国摩托车的质量问题 东南亚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中国制造在他们心目中往往与低质量 不可靠等负面印象联系在一起 这种刻板印象的形成 对中国摩托车企业的市场开拓造成了巨大障碍 如何扭转消费者的负面认知 重建对中国制造的信任 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摩托车企业要想重返东南亚市场 就必须进行全方位的转型升级 首先 企业要从根本上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这需要加大研发投入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只有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才能重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其次 中国企业要重视品牌建设 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 这需要企业在产品质量和服务上下功夫 通过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 逐步改变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负面印象 同时 企业也要加强市场推广和品牌宣传 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和认可自己的品牌 不仅如此 中国摩托车企业要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 这是赢得消费者信任和忠诚的关键 企业要在东南亚市场建立广泛的服务网点 提供及时专业的售后服务 通过优质的服务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和品牌粘性 最后 中国企业要制定长期的发展战略 避免陷入恶性价格竞争的怪圈 企业要从长远的角度考虑问题 不能只盯着眼前的利益 要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提升不断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 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摩托车企业在东南亚市场的兴衰是一个发人深省的案例 它揭示了在全球化竞争的大潮中 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顾不自封 而是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和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要想走向世界 赢得国际市场的尊重就必须从提升质量和服务入手 以创新和品牌为引领 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这需要企业的努力 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全社会的共同推动 只有形成合力 中国制造才能真正实现从量倒置的跨越 在全球市场上赢得一席之地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